大家好,我是嘉豪 今天看一下這個 我們上芯的這個烏溜桿手炎 呃...其實呢 上芯在於台灣的製甘技術 太低了 不用去考慮 不用去懷疑 它的價格 包含它的品質 都是城鎮品 OK 在我心裡它是一個 非常有愛的一個品牌 為什麼? 因為它是我們IT的品牌 除外呢 它們的質量 包含碳布 碳布的部分 大部分都是採用日本碳布 台灣加工的部分 OK,這個部分已經講了很多次 OK 我今天為什麼想要來介紹烏溜桿 其實呢 真的讓上芯 呃... 製甘技術啊 它可以一直穩坐這個台灣龍頭 不外乎就是烏溜桿 為什麼? 因為烏溜桿其實最難做 第一個 它要非常的輕 非常的硬 非常的挺 非常的Q 噢...其實這些東西 因為它的... 竿子的部分 大部分的烏溜桿 都是臂季為主 三本季為主 所以要做成這樣子 其實不簡單 OK,我們來看上芯最入門的烏溜桿 手鹽 然後手上這一把 我們來看一下 它是8號33點 噢...這個不是富士書 其實呢...我這麼說好了 手鹽這個素材啊 很特別就是... 它輕以外啊... 來仔細看一下它的... 乾臂 非常的薄 噢... 為什麼很多客人... 都會說... 欸...天啊...我們因為手鹽多打爆幾隻 沒關係...再買過就好 因為這個對烏溜桿來講呢... 噢...如果是職業的呢... 這個叫做消磨 噢...反正就是大力給它開箱 扛下去...如果真的斷了再買過就好了 為什麼... 因為其實手鹽的價格 其實屬於烏溜桿裡面算非常多價 噢...那其實呢... 手鹽這支桿子我的客人它的用途有很多 第一個一定是釣烏溜嘛 噢...第二個是釣什麼... 小斑 第三個是釣什麼... 噢...第三個是釣的綜合池 噢...OK...比較多客人的偏向導向是不是 噢... 第四個可以釣什麼... 恩購當然也可以 噢...來... 這個... 出戰報答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塗層 它這個烏溜桿的塗層的... 它的導環做得比較密集 是因為... 釣性要能夠更好 釣性能夠更好是因為那個張力的部分 瞬間開箱的那個張力的部分 噢... 那它這個是三本紀的 噢... 這一支是8號330 然後其他的規格...來...我們來看一下 其他的規格呢... 我們到時候會一一列出 噢...來稍微看一下8號330 它的釣性長這樣 然後呢... 這邊的部分是片座 垃圾管都幫你封好了 非常佛心 來...8號330 我們來稍微看一下它的釣性就好 噢... 它的釣性... 它為什麼那麼厲害 齁... 就是呢... 這把烏溜桿 齁... 不要說是這把烏溜桿 就是說... 它製作烏溜桿的製程非常的厲害 可以能夠... 呃... 老實說...很多的這個... 品牌啊... 他們拿小斑桿 然後多加幾顆 多幾個分客的時候 那個叫烏溜桿 OK 如果你要參考正宗 我們台灣 只有我們台灣在釣的烏溜桿的話 我會建議你來參考上興的 上興有非常多的等級 我們再去做篩選 選到你們喜歡的品質跟價格 這樣子是最快的 欸... 有問題 我也歡迎你們下方留言 有什麼問題 我也歡迎你們做我們考慮 我先去打開 我先去打開 好嘞